因为我看你的粉丝的崛起的速度也蛮快 应该算是快的 算蛮快的 那我就想说好 你觉得这些铁粉或是这些粉丝 他怎么去创造 假如我今天是个品牌 或是我像是个人品牌 我想要经营你的 我想要经营自己 什么经营你的 我想要经营自己的品牌 或是一些 我有些想法想要传递 对 我怎么要去累积我的粉丝 或者是 怎么样去累积我的铁粉 你觉得这关键是什么 铁粉的关键很重要 无论是品牌或个人品牌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个人故事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在Facebook的营运长Sheryl 她就有讲过 她用英文讲 她的翻译是说个人声音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听得懂 可能是用个人故事 比如说品牌的故事 例如说 我今天只是要一直卖你东西 我一直给你产品 你会觉得那叫做推销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品牌故事 例如我要卖一个茶 但是我背后有一个农夫 他们是小农 怎么样采茶等等 去把这个故事 然后还有你这个精神 品牌精神去体现出来的时候 它对于受众产生的来说 是一个信仰的概念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故事 让粉丝 或者是让你的顾客或消费者 对你产生一个品牌的信仰 那我觉得 有没有自己的个人声音 就很重要 那这个故事对于创作者来讲 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你自己过往的个人经历 不要去羞于去分享你的经验和故事 而且要从你过去的那些故事里面 统整出对于受众来说也有用的资讯 就大家也可以学到 就不是单纯的故事分享 而是看完之后 有点像预言的感觉 一手预言的感觉 这也是让提高粉丝黏着度的一个制药的关键 因为他会更了解 就是你会更有人味 他也了解说 原来你过去也曾经跟一般人一样 你也不是现在就那么厉害等等 那至于品牌来说 则是透过故事让人家知道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所以其实它是环环相扣的 那讲到理念 那一样个人品牌也要有自己的branding 你的就是品牌价值啊 品牌使命啊 还有品牌的愿景是什么 就像比如说我好了 我自己的品牌的愿景 就是因为我过去在媒体业工作 我就知道自己发很多垃圾新闻吗 还常常骗人家点击 其实我做这些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昧着良心在做事你知道吗 为了那个KPI做事 对对对 为了KPI做事而已 然后就觉得说我要怎么样 就是才能够 我会去想要改变内部 但是很难 因为KPI就是这样 我就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降低这些垃圾资讯 而是让大家在滑社群的时候 都有效的吸收到有用的知识内容 所以我就在创业的时候 就觉得要帮助内容 好的内容创作者被更多人看见 所以我的愿景是希望 maybe五年后十年后 可以让这些好的内容创作者 被更多人看见之后 可以改变社群上的这种垃圾资讯的生态 让好的知识在上面流动 那大家的就可以去想想看 那你做个人品牌 你的愿景是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